上一秒还开心踢着足球 没想到下一秒 一声巨响 拍摄者手机镜头剧烈晃动 现场尖叫声四起 所有人拔腿狂奔 这里是加萨南部城市甘尤尼斯一间学校 当地时间9号遭以色列空袭 造成29人不幸死亡 半岛电视台公布这段长达两分钟的瞬间影像 加萨平民怒哄以色列滥杀无辜 由于这间学校在以军展开定位战后成为当地的收容所 29名死者中多数是妇女儿童 近期以色列再度对甘尤尼斯展开空袭 CN更发现以军疑似使用美军制造的武器来攻击 尽管以色列声称目标瞄准哈马斯 不过新画面曝光 以军恐怕难逃 国际谴责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CNBC